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税是中美经贸摩擦的起点 如果双方能达成协议 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影音保健会副主席梁涛昨天表示 将考虑在审慎的监管原则下赋予保险公司更多投资自主权 进一步提高证券投资比重 昨晚 方邦股份 天怡上加 汉川智能 乌尔德等四家科创版拟上市企业披露上市发行安排 这四家公司均在7月12号也就是下周五进行往上往下申购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 目前国内非洲猪瘟疫情的发生势头明显减缓 正常的生猪生产和运销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南华期货首发获得通过 这意味着A股市场将迎来期货公司IPO第一股 昨天下午 银保监会在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就包商银行被接管安邦集团资产处置 保险公司提高证券投资比重等一系列市场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表示 近一段时间 银保监会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 取得积极进展 两年多来 共罚莫60多亿元 处罚了违规人员8000多人次 形成了强有力的震慑 对于市场关注的包商银行被接管事件 周亮表示 目前包商银行各项业务已经恢复正常 市场上个别的中小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 在我们采取的果断措施以后 风险已经得到化解 应该说现在市场是非常平稳的 在安邦集团处置方面 自2018年2月23号 银保监会依法对安邦集团实施监管以来 通过公开挂牌等形式 坚决处置初清与保险主业协同性不强的海外资产 还有非核心的金融牌照 目前已经有超过1万亿元的各类资产 已经或正在剥离 公司资产规模有了明显下降 安邦集团的风险得到了初步控制 对于提高保险公司全一类资产监管比例的问题 银保监会表示正在进行研究 保险公司全一类资产的监管比例上限是30% 行业实际用的是22.64% 跟这个监管的比例上限相比 还有7.36% 也就是说还有一定的正常空间 但是下一步啊 我们考虑的在审深的结果原则下 我们赋予保险公司更多的投资的自主权 进一步提高证券投资的比重 另外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昨天还表示 银保监会支持保险资金投资科创版股票 通过新股配售 战略增发和场内交易等方式 参与科创版股票的投资 进一步优化保险资产的配置结构 服务科技创新企业发展 我们和张磊也交流一下 银保监会其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 就是提高保险公司证券投资的比重 并且支持险资投资科创版 从你的角度来看 保险资金作为公募基金之外的 第二大机构投资者 它的比例的提高 会对A股市场带来 就是短期和中长期都有哪些影响 它短期可能给市场带来的增大资金 我认为其实是有限的 但是中长期肯定会提振市场信息 是一个市场中长期稳定期的作用 我们来看数据 截止到5月底的时候 显资整个的投资余额 是17万亿左右 而股票投了多少 3.85万亿 投了是不到23% 它的一个理论上限是30% 还有7个点 我大概算了一下 有1万多亿的空间 就是说它把30打满 还能投1万多亿 可见它就算是不提高上限 还有很多的额度 我觉得如果是提高上限的话 肯定是一个意外之喜 那么我们看一下显资持仓 我们大概剖析了一下 发现一级报以后 显资持仓是比较多元的 既包括金融地产蓝筹股 也包括白酒 食品饮料 计算机 生物医药这些成长股 所以我觉得 跟随显资的角度的投资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方法 虽然也反映了政策方面的一个导向 就是开源 让更多的饮活水进到股市场来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 来关注一下A股行情的最新变化 我们也注意到 最近三个交易日 市场当中一些所谓的 核心资产类品种 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分化 而且代表蓝筹白马股的 上证50指数 已经连续三天出现调整 具体到上证50指数的成分股来看 统计显示 近三个交易日 除了工业复联股价走平之外 50支成分股中有21支个股出现上涨 其中中国重工涨幅接近15% 保利地产上汽集团 中国建筑涨幅超过3% 与此同时 近三个交易日出现下跌的 上证50成分股有28支 其中中国国旅 新华保险 华泰证券 三支个股的跌幅超过了5% 那么近期上证50指数成分股 调整分化的背后 资金流向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接下来的我们请教一下小金 你好小金 主持人好 给大家点评和盘点一下 本周以来上证50指数成分股的 资金流向变化 小金通过数据统计发现 昨天全天上证50指数成分股 主力资金净流出24.19亿元 在本周前四个交易月里 仅周一净流入8.67亿元 其余三天均出现净流出 四个交易日累计净流出69.01亿元 具体的个股来看 本周前四个交易月里 上证50成分股中 主力资金累计出现净流入的仅有8支个股 其中净流入金额超过1亿元的有3支个股 分别是工业复联净流入2.97亿元 三安光电净流入2亿元 盛气集团净流入1.1亿元 而本周主力资金出现净流出的上证50成分股 多达42支 其中净流出金额超过1亿元的有21支个股 净流出金额超过5亿元的有3支个股 分别是贵州茅台净流出10.12亿元 中国平安净流出7.98亿元 中信证券净流出5.57亿元 小金回答完毕 好的 谢谢小金对于数据的整理和分析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大家从刚才的数据也看到了 有些核心资产像茅台平安等等 也出现了资金的流出 我们今天上午的互动话题是核心资产调整分化 机构抱团 还能持续吗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网友我取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字 这个名字确实很长 说外资天天买我们就要满仓干 网友误了说反正我不买什么蓝筹 权重白马龙头 只挑既优股前立股成长股 一是中长期持有二是短 短线波段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些回复 那么菩提宇说行情又压抑了两天 今天预计会小幅度的爆发一次 看好后市 那么他呢并没有提到对蓝筹的这个理解 金子蛋说 只有以前龙头跌到五百以下 才能说明大盘抵不去 这个五百不知道是讲的 是茅台还是讲的 对吧 从现在这个市场来看呢 大家对于这个 你到底这个核心资产呢 是一个投资理念的变化 大家只会买这个产业的龙头 还说呢你很多机构啊 你也没有认真的去搞研究 反正呢买这些白马的话不用研究 也不用动脑筋 大家就抱团去买 首先我觉得刚才说了五百 有可能说是茅台 有可能说茅台 但是茅台的五百是不可能的 嗯 昨天从盘面上看的话呢 像白酒啊 食品料跌的比较多啊 我觉得从盘面语言上看的话呢 可以理解成叫强势股不跌 你像前期很多股票都创了一个历史新高了 昨天谈完不好 他们调整一下呢也比较正常 那么从机构买入角度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是抱团取暖后啊 有一点点松动 有了机构先撤退了 我觉得是一个假摔 既然说假摔啊一定有一个真摔 那么真摔什么时候呢 我们觉得今年都未必是一个真摔 想提供一个视角 比如说我们看时间周期啊 07年大牛市 当时的合影资产是什么呢 蓝筹股价值股 15年牛市 当时的合影资产是呢 成长股 换了一遍了 那么现在呢 又轮到了价值股了 我觉得从时间周期来看 没准明后年才会迎来一个真摔 那么假摔的话呢 我认为还可以再买 什么时候买呢 贴着二十日线买 可能比较安全一些 就看到技术的这个组织买 为什么是你没有去分析技术面 你让大家干这个技术图买 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像海天卫业 它肯定属于合影资产 但是呢 这个估值呢 50倍以上了 你说DL45倍好 还是40倍好 我觉得大家呢 是没有一个统一意见的 所以说技术面 没准是一个好的一个买点 一个好的参考 对 好的 接下来呢 进入盐报热度榜 来了解一下机构 对于A股市场 下一步行情 以及热点板块的最新判断 对于近两个交易日 部分蓝筹白马股出现调整 连逊证券认为 投资者需要警惕 机构抱团白马股可能存在的瓦解风险 一旦业绩被证伪 或者未来业绩预期的逻辑被逆转 白马踩踏的风险并不下 那么受到高位回落的白马股拖累 短期市场可能面临一定的抛压 建议在行情震荡中以观望为主 而国胜证券则认为 与境外市场相比 A股的核心资产 无论是从绝对估值或是相对估值来看 均不算贵 在整体的估值与业绩增速匹配方面更具优势 随着机构投资者占比不断提升 散户占比不断下降 A股市场上业绩稳定 高净资产收益率 有较宽护生河的房业龙头公司 将享受市场机构化带来的估值溢价 另外对于近期表现相对突出的军工板块 银河政权认为 随着以南北传合并为代表的 国企改革进程提速 配合重大资产重组政策松绑 军工行业有望迎来新一轮重组整合 并将有力的推进军工证券资产化率的提高 建议关注与国企改革相关 并且有重组预期的公司 具体包括中国应急 中国海防 四创电子 节赛科技 中航电子 以及中国卫星等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与生猪养殖行业相关的最新消息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 农业和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当前我国非洲猪瘟疫情的发生势头明显减缓 正常的生猪生产和运销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非洲猪瘟防控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自去年8月初我国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以来 截至2019年7月3号 全国共发生非洲猪瘟疫情143起 扑杀生猪116万余头 今年以来共发生非洲猪瘟疫情44起 除4月份外其他5个月新发生疫情均为各位数 目前全国25个省区的疫区已经全部解除封锁 尽管如此我国非洲猪瘟防控面临的形势 依然复杂严峻 非洲猪瘟防控是个全球性难题 从国内看我国是世界第一养猪大国 但社会工作基础防疫能力保障措施等 与防控要求还不相适应 受非洲猪瘟疫情和猪瘟期叠加影响 我国生猪生产持续下滑 据对400个养猪线监测数据显示 5月生猪存栏环比下降4.2% 同比下降22.9% 能返母猪存栏环比下降4.1% 同比下降23.9% 对此农业农村部将加快落实 扶持生猪恢复发展的政策 加快非洲猪瘟强制扑察 发放进度 尽快将不住资金兑现到养殖厂户 在猪肉价格方面 还在持续上涨 但是我们注意到 最近一个多月 A股市场上的生猪养殖概念板块 基本上是以震荡回调为主 其中天邦股份 唐人神6月份以来的累计跌幅超过20% 温室股份 正邦科技 天康生物等7支个股的跌幅 也均在10%以上 而在半年报业绩预告方面 生猪养殖概念板块中 绝大部分公司还没有对上半年业绩做出预测 只有金兴农在4月下旬披露一季报时预计 上面年实现净利润1500万至2200万元 同比实现纽亏 好 继续和张磊来交流 猪肉价格最近还在涨 但是猪肉的养殖的股票已经很长时间 最多是盘中出现个反弹 已经长时间不涨了 后面会怎么样 我还是比较看好猪肉股中长期走势的 比较坚定的 其实我们要知道 猪价和猪肉股 它并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的 并不是说猪价涨 猪肉股它就能涨 比如说今年以来 3月份的时候 猪价有一波快速拉涨 但是在那一波里面 天邦股份 奥农生物 金兴农 基本上都是一倍两倍的涨幅 但是现在猪肉股 我觉得基本上对应着 每公斤16到20块钱猪价 我说这个猪价是出篮价 并不是市场上的价格 那么现在 什么时候能够刺激猪肉股再来一波 我觉得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快速拉涨到每公斤20块以上 这个目前来看有点苗头了 就出篮价格20块钱以上 对 继续拉升 现在大概是在不到17块钱 第二个是我们看到中报 哪些公司公布的中报 会比大家预期要好一点 还有很多公司 每个月会公布一个月度的出篮量 如果这个出篮量 比市场预期要好的话 那么很多优秀猪肉股 就可能脱颖而出了 因为第一波猪价上涨的时候 股票价格它是涨得 有点长过了 幅度要高 对对对 现在得消化一下 对对对 好的 谢谢张雷的分析 稍后来关注科创版方面的最新消息 好 来关注科创版的最新动态 昨晚又有四家科创版 你上市公司披露招股意向书 上市发行安排 及初步询价公告等等材料 四家企业分别是方邦股份 天仪上家 汉川智能和沃尔德 这四家公司均在7月9号进行初步询价 7月11号进行网上路演 7月12号网上往下申购 与此同时 蓝企科技发布公告 确定发行价格为每股24.8元 对应的市盈利是40.12倍 7月8号进行网上往下申购 另外 证监会今天发布公告 同意交控科技 航天宏图 家园科技 进行科创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 科创版的新股申购已经拉开大幕 离正式开市也是近代指使 我们也推出了趣味抢答 科创版有意思 每天揭晓一个有意思的科创版的知识点 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小金送上的神秘小惊喜 下面呢 我们请小金出题 你好 小金 主持人好 今天的抢答题是什么 请听好 这题有意思了 发行人申请在科创版发行上市 发行后股本总额不低于人民币多少万元 两个选项 一千万 比三千万 赶快抢答 小金的神秘惊喜小领悟 等着你来哟 好的 谢谢小金 今天早上这个有点大喘气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 尽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交易时间微信公众号 在直播互动区留下您的答案参加抽奖 我们将在下周一交易时间 微信公众号的投资早餐中 公布幸运观众小金喜 马上为您送答 另外呢 大家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节目互动 发表弹幕留言 好 稍后我们来关注外盘风云吧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我们把目光转向海外 扫描今天的外盘风云榜 周四 美国股市修饰 欧洲主要股市在周四小幅震荡 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不一 周四 国际油价和金价均出现小幅下跌 周四 美元指数微跌 市场关注周五即将公布的 美国非农就业数据 欧洲方面呢 周四欧洲主要股市是震荡整理 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路透社王子新发回的报道 欧洲方面先来关注周四的资本市场走势 继前一交易日收高后三大股指呢 是继续徘徊在一年多来的高位 收盘时我们看到涨跌幅度不大 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 就意大利预算案危机欧盟呢 已经是表示将不会对意大利采取处分 市场还揣测ECB呢 有可能公布次级措施以提振通胀 那么其中就可能包括对意大利债权进行新一轮的购买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经济数据呢 是不及预期是让投资人更加坚定美联储 有可能在本月的会议上释放降息信号 那么这将会给欧洲日本等国央行带来后续影响 不过美联储与欧洲还有日本央行的政策差 将会对美元构成支撑 因此美联储降息并不意味着美元将会走软 第二点来看汇率面动态 英国首相的选举结果将于7月22号揭晓 英镑兑换美元近两周不断的承压 而汇市措略师就认为由于眼下缺乏积极面的因素提振 英镑兑换美元或许短期无法突破1.25的关键位 而投资人本周也都提高了对全球各大央行放宽货币政策的余计 其中就包括英国央行 欧元周四波动不大 困于近期的低点1.12到1.13美元 由于外界认为 刚被提名为下任欧洲央行行长的拉加德 和其货币政策偏向鸽派 这将可能继续打压欧元的走势 最后来看伦敦金属期货市场 虽然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伦敦金属交易所同库存是大增14% 来到一年的高点272500吨 不过需求面前仅并没有更多的改善 三个月的欺欣和涅的价格盘中都是震荡下滑 路透社子欣 伦敦报道 好 下面来关注上市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 昨天新城控股股价暴收一字跌停 与此同时 平安基金 国投瑞银基金 富国基金 景顺长城 广发基金 东正资管等多家机构发布公告 将该公司的估值统一下调至31.12元 距离昨天的收盘价38.42元 还差两个跌停 另外 中东公司的数据显示 截至到6月28号 新城控股的质押股份数量合计7.71亿股 大股东累计质押数占到持股比例的51.25% 质押股份市值合计307.1亿元 质押股份占总市值比重为34.18% 接下来 再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公告 来扫描一下今天的公司排行榜 温氏股份发布公告称 公司6月份销售商品肉猪192.98万头 收入33.35亿元 销售均价15.60元每公斤 那么环比变动分别是 负4.29% 2.93%和10.48% 那么同比变动分别为 19.57% 54.68%和34.72% 同为股份发布公告 预计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为14.23亿元至15.15亿元 同比增长55%至65% 公司表示公司高纯金硅的业务仍然维持连续盈利状态 水产飼料的销量同比增长了25% 上级集团发布公告 公司上半年累计汽车销量为293.7万辆 同比下降了16.62% 汽车产量累计285.7万辆 同比下降了20.8% 那么马上就要开盘了 我们进入股市气氧站 来看看大数据对于今天市场人气的判断 我们在交易时间微信公众号发放了问卷 结果显示 53%的投资者认为今天市场有可能上涨 看跌的投资者占比是18% 在持仓意愿方面 64%的投资者选择持仓不动 选择增仓的投资者比例为19% 从机构投票的数据看 44%的分析师认为今天市场可能上涨 51%的分析师认为市场可能下跌 下面我们再来听听几位业内人士 对行情趋势和热点的判断 我们认为市场短线虽然受制于3050一线的压力 但投资者却不必悲观 原因在于消息面政策面没有发生变化 另外 科创板推出在即 资金面较为宽松 国家对于资本市场的扶持力度可见一斑 因此机油蓝筹短期的调整 虽然会对大盘构成一定的冲击 但中线市场上涨的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 下方调控缺口的回补也解决了市场的后顾之忧 操作上建议投资者以业绩为中心 重点把握机油蓝筹的回调机会 及高科技成长股的补涨机会 最近一段时间指数的大的这种形态 依然是以震荡为主的 突破了60均线之后 并没有呈现连续的上攻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当前这个环境 其实还是以这种热点轮动 以指数震荡为主 那么我们在操作上就要注意 在目前这个阶段 短期的热点不要忙碌地去追 如果说想去建桑的话 建议投资者依然是以 有基本面支撑的中线品种为主 比如说军工 比如说猪肉 这都是我们接下来 在震荡行政当中 应该是首焰昏住的目标 那么在中线的趋势上 仍旧保持一种震荡上行的格局 并未改变 而从目前整体的走势来看 预计短期内互指 或将出现一种处理反弹的过程 所以在操作上 建议在目前阶段 还是可以积极地逢低吸纳 布局一些中线的品种 而在板块方面 建议近期可以重点关注的是 券商 保险 以及军民融合等板块的投资机会 好 现在是上午的9点30分 我们来看一下 互生两市最新的开盘情况 来看看今天的市场走势 现在央视财经50指数6808点 跌了4.4个指数点 跌幅0.06% 上证综合指数3004点 是平盘的状态 再来看一下深圳成分指数 9379.93点 涨了11个点 涨幅0.12% 创业版指数 1535点 涨了2.7个指数点 涨幅0.17% 中小版指数 5787点 涨了16个点 涨幅是0.29%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 今天的互动话题 核心资产的调整分化 机构抱团还能持续吗 欢迎您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再来看一下 网上的几个留言 头头是道说 抱团取暖是机构投资股市的 战略战术 秉持易融俱融 易损俱损的抗风险能力 这个有点调侃的意思 还有 这位说 所谓的白马核心 都是伪命题 因为很多的白马行业 市场都达到饱和 没有成长空间 只有随着科技引领的 社会变革的科技龙头 才是真正的核心 和明天的未来 那么魏正菩提说 抱团只是 利好早期进去的机构 后来的只是心理安慰 起码不怎么跌 茅台也一样 茅台不高送转 就是怕散户进去了一塌糊涂 这个是个人的一些 也许多少有点偏见 今天的开盘情况 不是那么理想 是不是还是受核心资产 调整分化的影响 昨天这些强势股下跌 对市场肯定有一个 不小的冲击 而且昨天晚上 我们注意到 其实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一个利好 或者是利空 所以今天是一个 稍微的平 一个平淡的一个开盘 有一个迹象 这一个周 市场热点轮动非常快 比如说周一 华为产业链 周二是南北传合并的 传播股 还有猪价厂长的猪肉股 周三又是食品饮料 周四又轮到了传播股 所以几乎是热点 像棚马灯一样 一天换一个 就导致大家如果 做短线的话 会非常吃力 所以我觉得 现在来市场上 做短线 可以稍微缓一缓 或者是等到那些 它们跳上到位了 不管是环保也好 猪肉也好 到位之后你再去买 再包括像是食品饮料 白酒这些合影资产的 还是我那些观点 短期就等了回调 回调什么位置呢 用技术指标来看 可能比较好一点 只要能在20天线上齐吻 你就可以短线参与一些交易 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假摔 这并不是一个 合影资产的一个真摔 好的 谢谢张磊的分析 大家在观看节目的同时 你可以扫描屏幕上的 二维码 参与交易时间的节目互动 发表弹幕留言 稍后进入系列节目 理性看待科创版 北京时间9点35分 欢迎大家接着收看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正在为您直播的交易时间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进入到系列节目 理性看待科创版 那么最近呢 有越来越多的科创版 你上市企业呢 开始招股 可以说距离首批科创版公司 挂牌上市已经是越来越近 那么在挂牌上市之后 怎样通过持续监管来 支持和引导科创版的上市公司 健康稳定的发展 又怎么有效保护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有关这方面的制度安排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 以及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设立科创版 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 今年的3月1号 证监会发布了 科创版上市公司 持续监管办法实行 上交所发布了 科创版股票上市规则 及一系列配套规则 科创版由此建立了 以上市规则为中心的 持续监管规则体系 涉及持续信息披露 股份减持 并购重组 股权激励 退市等多个方面 例如 在股权激励方面 上市规则扩大了 股权激励的对象范围 单独或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及其配偶 父母 子女 以及上市公司外级员工 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或者核心业务人员的 可以成为激励对象 与此同时 上市规则扩展了 用于股权激励的 股份比例上限 放宽了用于股权激励的 股份价格限制 优化了股权激励的 实施程序 在并购重组方面 规则明确了 科创公司并购重组 由交易所统一审核 涉及发行股票的 实施注册制 科创公司并购重组 标的资产应当 符合科创版定位 并与公司主营业务 具有协同效应 同时允许达到一定规模的 上市公司分拆业务独立 符合条件的子公司 在科创版上市 另外在退市制度方面 由于科创企业技术模式新 发展潜力大 但盈利能力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 针对这些特点 科创版退市标准 更加多元客观 减少可调节 可粉饰的空间 退市的程序更加紧凑 具有可预期性 可以说 科创版上市公司 持续监管的制度框架 已经基本确立 在大致了解了 科创版上市公司 持续监管的制度框架之后 我们回到演播室 来重点讨论一下 怎样通过优化持续监管 来助力科创企业健康发展 今天请到了 两位重量级的嘉宾 一位是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部 副主任曹勇 另外一位是 华泰联合证券董事长 刘晓丹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我想临近科创版开市 大家在想了 发行的事情结束 一挂牌 就是一个持续监管的问题了 跟创业版相比 可能科创版 大家说科技含量更高 然后它的风险性 有可能也更多 那么交易所 在持续监管规则方面 是做了大量工作 那么从证监会的角度 或者从监管的角度 曹主任你觉得 科创版的持续监管的 理念和思路 有哪些新的变化 或者对比 好的 主持人 如果说企业走上科创版 相当于给它发了一张 准生证的话 那么科创版的上市公司 在整个上市的过程中 我们就需要给它发一张健康证 我们持续监管的目的 也就通过我们的制度安排 使得企业能够 持续的健康的一种成长 经常给它体检是吗 经常给它体检 对 具体来说 可能包括这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是通过持续的新一批路 给投资者一个真实的上市公司 使投资者有一个 真实的决策的基础 这样可以促进 形成一个合理的估值体系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发挥决定的作用 第二个 通过我们的制度安排 使企业在并购重组 股权激励方面 都有一个新的安排 使得企业能够 持续健康的成长 当然 对于这种 不适应客装板企业的一种 在它的发展过程中 也有一个深脑病史 我们就实行一种 市场化的退出 这整体来说 就是三个市场化的原则 第一个叫做 市场化的选择企业 第二个叫市场化的培育企业 第三个叫市场化的退出企业 三个市场化 市场化的选择企业 就跟小单 你们现在做的 投行业务有关 客装板第一股 也是花落你们家 那你怎么理解 刚才曹主任讲的 市场化这三个字的含义 市场化 我想主要是体现在几个环节 一个是进口 我们现在讲的注册制 还有一个退出 就退市的这块的安排 那么还有一块 就是上市以后 在中间的持续的监管 那么这当中 所谓的市场化 就是现在看来 就是持续的信息披露 披露 披露 再披露 真实准确 完整 但是第二个重要的要素 是什么定价 交给投资者 交给市场来选择 买者自付 这是我觉得我们理解的 市场化的非常重要的含义 但是保障市场化 重要运行的 还有一个就是 充分的救济制度 我觉得这是接下来 要去更加的 完善的一个地方 就是所有的东西 交给市场去研判 对 所以最近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 原来市场上传递的就是说 你看注册制来了 这个公司注册之后 它整体的估值水平 有可能会下去 结果第一批几个注册完了 发现发行势力 不比创业板上的 很多公司要低 但是这个本身 是不是也是一个 市场化选择的结果 我想这也是一个 市场化的选择结果 当然市场的选择 它是价格为了价值的波动 在这之间 可能会有一个波动 但是这就是这个市场 发挥作用的表现形式 你刚才也提到 就是说 对于科创板企业来讲 叫市场化培养 其实就给他们创造一个 比较良性的一个制度 和这个发展环境 这方面的具体的制度安排有哪些 涉及着这方面 具体的制度安排有多方面的 包括我们的并购种组 包括我们的股权激利 对于科创企业来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人才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 所以这次我们针对 对于它的股权激利制度 也做了一个针对性的安排 比如说我们在股权激利对象的范围 股权激利的一种价格 以及它相关的一个配套制度 我们都做了一个安排 这样的话 能使得更好的是 科创企业一具人才 极具人才 发挥人才在整体的发展中的 决定性的作用 刘总我们也知道 你是一老投行 对吧 发生委员也当过 并购重组委员也当过 然后投行业务做了很多 那你觉得在科创板的上市公司 监管方面的一系列的 现在的一些制度安排 可能也会跟原来的中小板 包括创业板过程中 出现的一些痛点或者问题 去一些优化和新的安排 这些方面的变化有哪些 我觉得其实有两个 比较大的变化 一个是刚才提到的 股权激利的设计上 我觉得更灵活了 允许待期权上市 这增加了科创板的包容性 使得越来越多的公司 愿意回到A股来上 其实还有一些 大的制度安排 比方说在公司治理方面的 同股不同权的一些安排 这个都是我们在 跟国际成熟市场对比的时候 我们可能比人家缺的一块 所以就导致很多公司选择 愿意到海外上 当然还有一个带解决的问题 就是VIE回来可以发CDR 但是老股的退出 持续的退出 这些问题还需要这一步的制度 去完善 如果这些都能完善的话 那么我们在制度的包容性上 跟港股跟美股 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 对吸引更多的客专企业 回中国上市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工作现在是正在 完善过程中 大部分已经完善了 还有正在 后续完善的过程当中 这里面可能大家也特别关心的 就是关于并购重组 上市公司监管部 对于并购重组 它有一个整体的安排和制度建设 那么对于科创版 这些新的品类来说 上市部在甘排这些方面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目前我们也正在制定 科创版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的 特别的持续卷管的一个规则 因为科创版上市公司 与其他上市公司 这是一个改革的试验庭和突破 我们希望形成一个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具体到科创版的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上 由于市场的选择 它核心是一个市场机制 形成一个合理的价格 所以这次我们在 并购重组的改革过程中 也希望给科创版的上市公司 在并购重组的价格 形成机制上 有更多的一个弹性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能够起到更好的一个作用 这种市场机制 实际上就让并购的双方 能够得到更充分的一种博弈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在于 科创版上市公司 它本身科创属性的定位 也使得我们在相关的制度上 也有所考虑 我们希望通过制度来安排 能使得企业的并购的标的 并购的本身的一个对象 也属于它同行业 或者上下游 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 强强联合 或者上下游的一个紧密的 一个衔接 也必杜绝或者避免 相关的这种盲目跨界 并购的形象 在市场上重演 我们知道在前几年 在这个上市公司建管部 也推出过一些 比如说对这个影视 等等这种 还有包括其他行业的 跨界并购 有一些限制 也就是说在科创版上 这一方面会管得越更严 是吗 我们希望科创企业 它并购的标的 本身是具有一种同行业 或者上下游的 这么一种关系 这样的话是 之间的企业的属性 是一种同业间的一个并购 就是我们科创版 还是希望形成一个 既有科创版 同时更有科创企业 科创企业 这个并购这块 刘总做了很多 原来跨界并购也做过 对吧 那现在就是说 从科创版的企业并购 从你们的业务的角度来看 会不会以后 也会给这些企业本身说 你就应该在你的产业链的上下游 不断地去 比如说有一些并购的机会的时候 把自己先做墙 然后再说做大的事 那肯定同业并购 围绕自己产业链的主业的 这种产业整合 是整合风险最小的 最小的 对 从投行建议管理层的角度 当然也会优先给他这样的一个建议 高科技企业的并购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 还在于 一个是估值 这挑战非常大 因为我们原来 对于传统有收入 有利润的公司 我们可以用传统的方法来估值 PE 各种方法 包括有人 我们非常投资者 非常喜欢的对赌 但是这个在科创板的并购当中 我估计 这些都会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 有很多没有盈利的公司 有很多甚至没有收入的公司 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给他做估值 我觉得在接下来的 这个后续的监管当中 可能都需要市场和监管机构 共同来摸索 一个适合这样的一个监管框架和 就是并购亏存企业 我们现在在制度安排各方面 现在是在进行中 还是已经有了好的制度 这个制度是有包容性的 科创板企业 亏损企业 符合条件都能够上升 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 不允许它并购亏损企业呢 这对于一些科技含量高的企业 是一个福音 对吧 不管是第一是可以上 第二话还是可以 就是说是通过并购 然后让一些公司 把它这个经过做得更强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谈到 这个并购的过程中 可能还有一类人会关心 比如说我本来是在主板上 或者说是在这个创业板上 很多企业 以前是不允许这个分拆的 对吧 那么以后允许吗 在科创板上 这个分拆实际上是国际市场上 一个通行的一个制度安排 对于分拆来说 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意义 有这么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来讲 实现了母公司与子公司的 一种错位的发展 以往的子公司在母公司的旗下 但它又是一个独立的业务板块的时候 往往受母公司的各方面的影响 它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市场上对它的子公司的业务 它是不了解的 这是第一个方面 可以实际上错位发展 第二方面 我分拆之后 子公司就得到了一个独立的 一个融资平台 或者一个独立的一个发展平台 这是两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更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体现一个激励的作用 以往我们上市公司 在做股权激励的时候 由于子公司在母公司底下 它的激励的效果 受制于母公司的一种 发展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的激励效果 未必能够得到 完全很好的底线 这样我独立的上市平台之后 它的一个激励效果 得到更好的一个发挥底线 当然对于监管来说 我觉得也有好处在哪里 对这个市场的一个上市公司 由于它是一个新的一个上市平台 我们就能够更清晰地 看见这个上市公司内在的状况 同时也可以通过被分拆的子公司 更好地看清母公的状况 这样的就整体有三个定位 第一个是我本身独立发展的平台 第二个我独立的融资平台 第三也是我基地的平台 这个就是跟原来的 其实对创业板相比的话 是制度上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和安排 能这样说吗 可以说这是一个重要突破和安排 在整个分拆制度的考虑上 我们能考虑是 母公司具有一定的实力或者地位 也就是说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因为你太小了 你本身的分拆 它可以完全可以在一个平台之上 实现它的功能 所以这是第一个定位 就是母公司具有一定的实力和规模 第二方面说被分拆的子公司 必须和原来的母公司 一个独立发展 也就是说关联交易 还有同业竞争问题上 必须是一个规范的 它是一个独立的企业 这以后刘总你这边 可做的投行的业务更多了 有很多企业可以从原有的公司体制里面 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公司 从港股 美股 A股分拆 会来上科专门 那会不会就是主板上 现在已有的上市公司 它未来包括创业板上 中销板上 可以分拆到科专门上市 据我们了解 已经有企业在作策方面的考虑 在作策方面考虑了 说到分拆 可能这都是制度上的 一些重要的突破 但大家也在想 你既然有这么多企业注册上了 退市这个环节 也是一个重要环节 在退市环节上 监管方面有哪些考虑 也包括制度安排上 退市实际上是实现企业 进退有序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只有实现了进退有序 我们市场的功能 才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发挥 在整个退市制度的一个改革上 我们遵循了一个市场化的一个理念 一方面来说 我们将以前的 纯粹的以三年业绩亏损的 这个退市指标 给它作为了一个优化 也说企业不会再因为 作为单纯的连续亏损和退市 但是对于空心化的企业 比如说你的市场不接受你了 你的业务不能再继续发展了 你内部的业务收入也没达到规模 并且你是亏损的企业 这样的我们还是实现 一规该退就退 同时我们对于重大违法的企业 仍然是实现严格的退市企业 通过这种退市的安排 实现了企业的进退有序 也让市场的功能能到更好的发挥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投资者怎么想 你看前段时间不是有个案例吗 这个有个公司发了一年的 这个退市这个公告 结果还有这个散户朋友买进去了 买进去就开股东大会 说你看我刚买完 你就停牌了 就要准备退市了 那董事长说 我都发了一年的公告了 你进来市场 你也得考虑风险 你也不能赌 就这块留总从你们的角度来考虑 因为你们跟上市公司 平时这个业务上交道比较多 对管理层的这个建议比较多 在这里面中小投资者的力 怎么保护才会比较完整一些 我觉得中小投资者的力保护 首先最基本的 还是要通过充分的这种司法救济 如果有这些信息披露 不合规或其他违法行为 那么要让这个司法救济的 这个路径更加高效 这次最高院也为此 专门出了一个配套的法规 我觉得这是个最大的进步 这是根本 第二点我觉得也要加强投资者教育 这也是中国资本市场 长期以来的一个顽疾 我们以散户居多的 这样的一个投资者市场 对 所以即便做了充分的风险提示 他也还是要买 买进去了 可能就要发泄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这方面 可能一个立体的投资者的教育 也要持续开展 投资者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 这也是我们改革过程当中 我觉得要保持定力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前段时间有人提过 说天天提很多投资者教育 对发行者是不是也应该好好教育一下 那你们在做这个IPO项目过程中 对发行者有没有很好的提示 你怎么保护你的股东 包括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这个是无论是发行过程当中 还是在券商的持续督导过程当中 都是必须做的一个功课 因为从发行人的角度 一定要尊重和保障投资者 你只有公司健康发展 让投资者能伴随你这个公司成长 你这个公司才会在资本市场走得远 如果发行人胡作非为 一方面法律会制裁他 那么投资者也会抛弃他 我们这次的退市指标里 也有一些关于市值的规定 比如投资者用脚投票 你也在滚蛋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相互的过程 就是刚才也提到 一个是司法救济本身 是对于这个重要投资者 比如在退市制度安排上 一个重要的方向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立体的投资者教育 对 就充分的这种 这个跟大家讲明白 这公司的风险在哪 但即便做了所有的这些 这也是一个过程 就散户的逐步成熟 永远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道路 其实这也是给我们这个 上市监管部有更多的 这个工作任务和工作压力了 我们也看到就 刚才咱们提到很多 比如说持续监管的 很多的一个规定 也有很多制度上的安排 和新的这个突破 还有一个呢 大家也注意到一个情况 就是很多呢 又放到了交易所的一个层面 那么从您的角度来考虑 这个监管本来应该是 证监会的事 为什么很多会放到交易所去呢 这也是本次科创板的改革的很重要的一个制度上的一个突破 也就是说建立以上市规则为中心的持续监管规则体系 实际上从发达市场国家来看 各国的主要的这个监管制度都放在交易所 这个所以我们这次来讲 就是说建立以科创板为 上市规则为中级的持续监管规则体 就是这么一个有益的这么一个探索 所以这次最高人民法院也专门发布了 一个关于保障科创法的一个实施意见 里面就专门提出了 只要是交易所的上市规则 只要是不与上市规则相违背的都可以适用 这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保障 那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看到这个在大的这个市场化环境里面 我们的监管体系有证监会层面的 以上市公司监管部为核心的一个监管 有交易所层面的一个监管 也有来自于司法方面的 其实救济本身也是一种监管 或者威慑的一个力量 民间的力量有没有考虑进来 比如说类似于我们媒体监督 对吧 可以跟大家配合一下 这就是一个立体化的一个监督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 首先还是发现的责任 他们具有一个充分信息 披露衣服的责任 第二方面通过是我们的这个 各方面的主体的一个规规净者 包括我们的监管机构 包括我们的中间机构 包括我们的新闻媒体 在其中都可以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 通过我们形成一个立体化的一个监管 形成一个良性的 有序的一个局面 第一方面就是说 你不敢违规 通过提高违法成本 第二个你不愿违规 我们给优质的企业 有政策的优待 但是对于一种不规范的企业 是严格的监管 第三个就是我们说 不能够违规 这就是靠我们各方共同努力 实现一个严格的监管 到最后我们再加一句 到最后上市公司这个生态 建的特别好 他也不想违规 最后发现违规的话 性价比不对 刘总是考虑 要告诉上市公司 告诉你的这个发行人 还有你的客户 怎么做了让他们不想违规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 法律的整个的基本框架 监管的这个制度框架 是我觉得是个基本的保障 他不敢去违 这个一旦违规了 他付出的违法成本 要非常非常的高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事实上是 就是刚才曹主任讲到的 市场的各路中介机构 包括像券商也好 那个律师也好 那么可能也要履行 自己的这个归位尽责 首途有责 那么在帮助发行人 由非上市走到资本市场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持续的去规范 我觉得这两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就是像券商 这些中介机构 在科兆版上市企业 这个持续督导和 这些方面其实要发挥 更重要的作用 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是的 我觉得这也是这次改革的一个 压死了整个中介机构的这个责任 现在呢 科兆版大家看到 就是注册的公司也越来越多 可以说 马上肯定就面临在挂牌之后的 持续监管的问题 曹主任能不能给这些 科兆版公司提一些建议 就上市之后 自己应该多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前期议会满主席 在中国上市公司年会上 已经明确提出了 要实现四个敬畏 在这个机会上 我希望科兆版的上市公司 能够增强三个意识 第一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规范意识 第二个方面的意思 是增强一种责任意识 第三个方面的 还要增强一个担当的意识 这样的话 形成一个良好的政态 共同促进我们的科兆版上市公司 持续的健康发展 担当的意思就是 一个是对市场本身的担当 还是对自己所处的 产业这方面也要有所担当 你发现的企业 是不是这方面 会给他们提示多一些 我觉得产业的发展和成长 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之所以要来上市 是为了更进一步的成长 投资者为了分享成长的价值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 走上资本市场的企业家 必须牢记的准则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